寻求历史答案,走进直播历史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 在现在的建筑中,我们看到许多工地所用的砖多为红砖,而在古代,像古塔或是长城等建筑却用的是青砖。 为什么现在人很少用青砖呢? 在一些资料中我们知道,红砖和青砖是通过不同的工艺制造出来的。 古代的建筑中,大多是采用裸砖直接弃墙,因为在建造的过程中,红砖比青砖更为复杂。 如果想保证砖的颜色统一是非常困难的事情,如不采用特殊的方法,自然冷却出来的砖,其颜色就会是红一块,黑一块,相当不同意。 而青砖在当时并不是单调无味的,而是在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花纹和图案。 在秦朝时就一直在使用青砖,在当时流传下来的建筑中,尤其像长城这样的大型建筑,距今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。 除了少量人为原因外,其他的都十分结实。 而在北方的天气,青砖比红砖更适合于天气。 冬天,当两种砖都放置在寒冷的室外,红砖在浴水后会容易起泡,变得脆弱,而青砖则不会。 除了烧纸工以外,青砖容易保持颜色的统一,而红砖的烧纸后,颜色一批与一批不会一样。 所以如果将其用作黄饰礼,就无法保证统一性,如果真的拿出来会让许多人掉脑袋的。 所以古人用青砖多于红砖。 さ不过很前提到我们的盆景下变始。 后还要犹信在沼和銀子之前没有表述的道路和阿里。 还要 applying灰差。 就是文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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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明文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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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